你好 请问您是老板吗 能帮我干嘛吗 你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是从农村来的 来这里打工的 可是我下火车的时候 我的钱包和手机都丢了 能不能借我200块钱 让我吃口饭 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等我跟家里人联系上了 我把这个钱立马就还给你 你这种骗术啊 十年前早就见多了 我还忙着呢 赶紧走吧 我不是骗子 我可以把身份证押给你 我要你身份证干什么 赶快出去 诶 等一下 你就要200是吗 我这里有 给 拿着吧 谢谢老板 我记住您家的位置了 等我有钱了 我立马就还给你 好 谢谢了 姐 这一看他就是个骗子 你为什么还要给他钱呢 哪有那么多骗子啊 刚才他还愿意把身份证押在这里 这有什么呀 这200块钱都不够咱们费事去立案的 你这钱呀肯定是没了 没了就没了吧 如果他真的是骗子 我们也就损失200块钱 如果他不是骗子 那这200块钱可就帮了他大忙了 对对对 你就是钱多烧的 老板 哟 还挺手心 过来还钱啦 妹 小说两句 能不能再借我200 我这工作也没找到 我不想让我家里的人跟着我操心 你当我们这是什么地方呀 上次借给你的钱你还没还呢 今天又过来骗人 你上次不是说你要联系家里人吗 我家里没有钱 我这老母亲生病 还欠了一大堆的医药费 所以我才出来打工呢 你就不要编理由了 既然不还钱 那就赶快出去吧 你少说两句 没有问题 人在外面 谁还没有个难处 我这里有 哎呀 姐 好了 小伙子 给你 老板 谢谢你 等我找到工作 我一直的工资 这个钱我马上都还给你 没事 你就拿着吧 先把你生活上的问题解决了 哎 那我就先走了 姐呀 你怎么这样啊 你借给他一次也就算了 还借给他第二次 你怎么这么蠢呢 小妹 你听说过一句话吗 爱出者爱反 服往者服来 可能像你说的 我们也许会帮错人 但是 如果他真的穷途末路了 让我们献出的爱心 是值得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情愿 为自己的善良 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 也不想 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孤立无援 善与结善缘 善行结善果 你要相信 这个世界上 会有真爱 也会有好人 学会了教人 赚到了帮人 未必能帮忙万丈 但也能照料一方 所以 不要考虑帮错人的代价 而是要考虑 帮对人的结果 爱 要有心冲发 要有心冲发